Hello 大家好 薩姐 今天有足好笑的笑話 薩姐有多口笑 我想很多人都會氣憤 葉Sir受光顧無牌按摩店 剛才一哥出來解話 很多記者不停地刮著他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氣憤 不過我又覺得很搞笑 關什麼是呢 說到好像拾我不赦那樣 你不要忘記我們有一個叫雞叫到去 不是黃人 香港 有一個叫雞叫到有個政治庇護的香港第一人 任何人拿政治庇護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香港這個 政治庇護是叫雞叫到拿政治庇護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雞可以有政治庇護 他們就說到 那個國安處 會不會中央會不再信任呢 我心想很奇怪 你要知道 阿雞重結那件案 讓我們清楚了解 在國內叫雞是不犯法的 所以是最多行政區留十五天 那 在內地叫雞也不是叫犯法 那又怎麼會影響 國家對我們國安處的信心呢 而且這個是一個人的問題 更何況 我覺得很奇怪 你與其說 影響警隊形象 你不如說影響男性的形象 好嗎 我覺得會真實一點 我不明白有什麼 這麼難理解的 傳說中 其實這個統計並不一樣的 就是十個男人 九個叫雞 有一個還在想 當然 就不能說那一個是在想的 可能他是雞的也不出奇 如果你說由誰沒有叫過雞 而他自力又正常 身體又正常 又不是雞的話 而不叫雞的男人 這個我想不可以用十 可能要幾十萬分之一 或者幾萬分之一 那個基本上是要放在博物館 那個你真的要好好保存 放在博物館去遊魂全世界 還有我自己覺得那些記者很白癡 你們男人你沒有叫過雞嗎 你男人 喂 除非你智力是小 除非你是小學生 現在我都不敢說小學生 沒有啊 就是不懂這一點 就是中學生 我已經不敢說他不懂叫雞 因為現在的學生很早熟 小學生我都未必夠膽說 不過面上貼急就說我們小學生 無知 未必會叫雞 但是 中學生的話 大家都不敢說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些事 可能大家忘記了一件事 被人蓋過了一件事 在一日之前 或者今天之內 有一個很熱烘烘的新聞 就是高登討論區記者 是軍火錄 涉強姦 任容被捕 記住 是高登討論區 軍火錄 涉強姦 任容被捕 大家明白為什麼嗎 就是他們黃人的心態就很白癡 總之他們自己犯了一件事 他就要找另外一個人 來 繼續 炒大他 讓大家 忘記了這個人 所以我們 我們要記住 他們這次這件事 是為了把焦點轉移去警方 而把軍火佬這件事強姦案 而去無聲無色地 你問我 喂 就算 真的那個是封月店 真的那個 葉Sir去封月店 就是葉Sir去封月店又如何 人家都是做交易 那個軍火佬是強姦 叫雞不給錢 還要那個雞不願意 不是 對不起 還有一個印容是不願意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應該說這句話 還有一個印容是不願意 去強姦別人 誰是人渣 誰是禽獸 還有一件事 他說 他說 他光顧那個是無牌按摩店 你想想 如果那個是封月店 或者是有姐姐那些 有些門教 姐姐那些 你覺得他不會說 哪邊的光會封月長所嗎 無牌封月長所嗎 他不會敢寫 他一定會敢寫 就證明他們自己都沒有什麼證據 更何況他們說 這件事發生一個月前 我們是有人踢爆你才 現在出來說的 為什麼你一個月前不踢 你現在才來踢 那個原因大家都很明白 他們根本就沒有足夠資料 他們就是知道 沒有牌按摩店 根本就沒有其他資料 所以他一個月前不踢出來 現在軍火腦這件事爆了 那他找些東西去蓋住 那才說踢出來 你放他 如果一個月前 他有料 真的封月長所 所以不立刻爆出來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 唉 按摩店而已 就算是有 一一那些按摩店 不代表他有 按摩店都有看人的 就算他有一一那些 或者是有些姐姐那些 如果是一個女性 或者是一班女性去的時候 他都會假裝正經的 他都會跟你做普通按摩 他不會介紹一些 姐姐你不要服務 不會的 是不是 那你怎樣去證明呢 如果就算那個是有特別服務的 而他沒有做到這些特別服務 他在阿sir面前 只是做一些普通推拿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阿sir就不可以去推拿點的 是啊 很神奇 那你說至於 無不無牌的話 我們有時候去買東西 我們會不會問一下文具店 你有沒有牌的 麻煩你商業登記給我看了 我才來買文具 會不會呢 你萬名的 你會不會想著 我看了你的商業登記 你有牌我才做什麼 不會的嘛 那人家怎麼會知道呢 更何況這個世界有些叫做tricky 更何況我們都經常幫襯帽牌 有什麼特別呢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你想想 其實我們香港 首先你所謂有牌 就有一個商業登記 但是商業登記怎樣來呢 就是你營業了之後一個月 你才去申請商業登記 就是說 如果這段 又不可以怪政府的 因為如果你連一個月都捱不住 你每次申請商業登記 可能你未開業就已經不做了 所以其實 這個是有一個空窗期的 你可以如果再賤一點點的 莎姐開了一間回家公司 收客了 但是我是沒有商業登記 因為一個月後才申請商業登記 你會營運到一個月才申請商業登記 這個時候被人捱我 可不可以說我沒有牌呢 不行 因為我都是在這個月之內 但是你開了多久 又可以說的 我明明開了兩個月 我說不是 我開了14天都可以 總之我一天未接到客人 我都去到我未開始營業 大家聽完就算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出奇的位置 第一有一個出奇的位置 第二 我們經常都光顧無牌的 記不記得那時候有個魚蛋革命 那時候是什麼 不是有個乾的 在新年的時候 在幫忙無牌食肆 接著是借一些發難 就說我們要飲魚蛋吃 喂 如果是這樣的 幫忙無牌就要這樣的話 先拿那個人出來鞭屍 不是 先拿那個人出來鞭屍 還有有時候 你見街邊舖 那些散貨場 其實我告訴你 十支有九是無牌的 尤其是三個鞭 就是那些小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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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一些家品 一些盤災 十支有九 我覺得是無牌的 為什麼我覺得 因為你申請一張 商業登記 你就要有一個地址 你沒可能這裏兩個禮拜 那裏兩個禮拜 你每天都會轉地址 因為你的地址不是你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牌 所以很多時候你都會看到他 放兩個星期就不放了 放一陣就不放了 就算放一個月 他可能都沒有申請牌照的 怎樣申請牌照呢 那個地方不是他的 他沒有租約的 他是臨時散貨 所以你如果有光顧開的 你可能都光顧開非法的 再另外一件事 大家經常累的 私奉賽 他不是走法律欄嗎 他也是無牌經營的 他也是走法律欄的 我是不是賭了別人 算了 開口了 為什麼呢 他是做的生意 只是他 你想想他在住宅 去做私奉賽 好聽點叫私房菜 其實不好聽點 就是非法吃屎 你要想在住宅裡 他不拿不到吃屎牌 在住宅裡拿不到吃屎牌 除非他有足夠的通風 有足夠的成要人 防火各方面 所以他就扮私房菜 他走法律了 就是我和朋友一起吃飯 跟著朋友交付錢給我 但你要知道 那個所謂朋友 是剛剛WhatsApp式的 其實要嫌打的話 這些根本都是無牌食肆 不過大家有時候 直眼開直眼閉 你是不是想玩到這樣 還有我自己覺得 記者說得好像十萬不赦 我又不相信那些男記者 沒有叫過雞 又換膠 天使沒有吃過 我真的不相信你 那麼純情 喂 他們那麼純情嗎 我不相信 你打死我就好過 那些女記者說什麼 那些女記者說什麼 說得好像什麼 你有他們那麼純情嗎 我又不相信 如果真的那麼純情 為什麼會有些自由西出來 還很自豪地告訴別人 是自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 它只是因為它是警隊工作而已 但是你問題的話 這個與其說它是警務人員的失德 不如你告訴我 是大部分男人都會失德的東西 是大部分 我沒有好像成龍那樣說的 所有男人都沒有 大部分男人都會失德的東西 有哪個男人還沒叫過雞 大部分都叫過 差點鐘仔又試過 是不是 我覺得是 我雖然覺得是不好 作為一個女性來說 我絕對覺得這個男人是比較壞 但是 她始終是男人 除非她是基 基她就找男人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都會這樣 只是因為她是警隊 所以你要抹黑她 所以她才想到這裡 你試試去街邊 你去一下波蘭街的阿伯 你會不會到處去訪問她 我見過 有波蘭街的阿伯 不是莎姐想見 首先呈職 不是莎姐故意去那裡 是因為莎姐 又旺角去佐敦 我通常是 上班又旺角去佐敦 我通常是走路的 走路一定是經過波蘭街 廟街那些 那裡有很多 空前偉大的 空後廣闊的 姐姐 是看到的 是看得出來的 是看得出來的 很胸襟廣闊的 你是看得出來的 那 我簡直看到有個百問去嫁的 你又不見你去採訪一下 你只是因為那個是警隊而已 對 還有我自己覺得 做事和生活是兩件事 他生活怎樣 和他做事專不專門是兩回事 有些人之前見過莎姐後面 胡亂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我做事我的數字很整齊 我是比別人做得更整齊 最後產品是很整齊的 那些數字是清晰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那這件事是兩件事 我們不理別人的私生活 那你問警隊有沒有隱瞞 我又覺得 你是他誰呢 你有什麼資格問一哥 你有沒有隱瞞呢 我是沒有義務跟你匯報的 一哥已經在警隊裡面 是最高層 除非李家超問他 就是保安局局長問他 那他就一定要匯報 是不是 但如果不是 他沒有義務匯報的 就是正如我做事 我做那個客人 我沒有義務 什麼特朗普都匯報給我大哥知道 除非我有疑問我才問大哥 如果不是 我不會無端端白事 走去匯報一下給他知道 是不會的 那當然大哥覺得有疑惑 問我的事做到哪裡 各方面的事 我是必然要匯報 我沒有隱瞞的 所以我覺得 你是什麼人呢 你有資格叫一哥去匯報給你嗎 沒有的 你見我的同事 夠不夠這樣問 喂 你現在那個客人做到哪裡 我一下掃走他 關你什麼事 我的客人 我大哥都沒有出聲 你問我幹什麼 這個是很現實的 那些記者關你什麼事 為什麼要跟你匯報 你覺得這些是隱瞞的話 那記者先生 你有沒有隱瞞到 你有幾條女兒 你有沒有跟你老婆隱瞞到 今天去叫了雞 沒有帶兔 惹了性病的那隻雞 你有沒有跟你老婆說 你有沒有跟你老婆申報人工 有沒有跟你老婆說 今天背著你去偷吃 你都不會啦 女人的話 你有沒有跟你老公說 我現在賺了多少錢 都不會啦 有私房錢的嘛 我們那些不是叫私房錢 是叫Pocket Money 是叫Pocket Money 我們好聽一點 我們西化一點點 都是這樣 那你連同老公老婆都不會 那你為什麼管別人這麼多東西 就是你自己家裡都管不了 你管別人 你管好你們自己的記協先 你搞得好你自己的暴障先 分分鐘到時候一個叫誹謗 或者假新聞發立了之後 你報紙都沒有 你顧點一下 看看黎智英 毒果會不會執行 所以我覺得這些很無聊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說 郭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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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況這些店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的形式是怎樣 但有些是 像我以前大家都經常見的 有些做美容的人 他自己都會在家裡幫人按摩 按骨 如果是那種形式的話 難聽說那句 那個是我的朋友來的 他幫我按 幫我按 不收錢的 你真的催不著 這樣說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些是他們黃人很喜歡做的事 但他們又不清一下金兩在哪 有多少 所以他們現在是不停抹黑 因為大家知道一秤 強姦和不道德交易 誰大鑊一點 當然是強姦大鑊很多 所以他們現在不停抹黑 就算他不是瘋如長水 他都沒得像瘋如長水一樣 等你自己誤會 如果不是怎樣搞定那個強姦案 這次就講到這裡 大家得淡笑就算了 知道過來龍去脈就算了 就免得跟他們瘋了 這麼低能的人 你跟他瘋呢 相信很多辦法 這次就講到這裡 拜拜